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三农人物推介活动 中国农业银行杯 CCTV2014年度三农人物推介活动完美收官 1月25号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 十大三农人物和三个单项奖隆重揭晓 CCTV三农人物推介活动十周年了 先来看看是谁摘得了金光灿灿的小金人 谁的精神光芒照亮三农 他们是永旧坠楼老人的农民工托举三兄弟 农产品电商赵海玲 基层金融信贷员刘文平 在鲁店地震中彰显民族情谊的切膏王子阿迪丽 19年卧行长胆给农民工还薪的良心老板周泽武 推动打拐法律进程的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世渠 把农民演得活灵活现的乡土情怀演艺者林永健 自制八千件教具的乡村教师毕少金 家庭农场主魅德东 实现敦半粮的农技专家王毅 十年来应该是我们推出了一系列 影响三农进程的三农人物 也是农村的改革人物 风云人物 感动人物 今年的三农人物颁奖典礼 有几大特色 首先是主持风格清新 女主持人是央视七套农业节目 聚焦三农栏目当家花旦张伟 男主持人邀请了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栏目的万人迷孟飞 欢迎孟飞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普通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 平凡的不能再平凡 但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却做出了如此不平凡的业绩 其次是互动赶墙 现场时而欢笑 时而感动 气氛热烈 三是打造十周年概念 邀请立即获奖人物在现场重新聚首 他们这批人崇高的精神境界和感人的事迹 感染和鼓舞了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投身到三农事业 究竟有哪些精彩难忘的瞬间 别着急 聚焦三农栏目会持续推出漫漫剧透 本次颁奖典礼由中国农业银行冠名播出 将于2月16日18点05分在央视七套农业节目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